10月2号成都的酒店里发生了一幕 一个机器人想要进电梯 被一个男的踢了出去 小机器人不明所以 按照人类的指令 他继续朝电梯进发 紧接着这男子发疯了一般 用力地踢倒了他 我看完这个视频 后背发麻 但凡他平时喜欢看点科幻电影 增加一些知识储备 也不敢做这种事啊 我推荐他几部影片 他要是看完 还能踢机器人踢得这么从容 我算他是条汉子 第一部2016年电影杀戮指令 白寡妇凡妮莎科比主演的 一群实弹训练的士兵来到一个岛上 准备拿机器人当靶子 结果机器人竟然可以进行自我编程 再也不手下留情 把人类一顿干 第二部2014年影片机械机 一个天才怪咖 制作出了一个特别像人类的女机器人 把她关在笼子里 各种实验 肆无忌惮地骚扰她 拿她取乐 而这个女机器人 好像被人类控制的死死的 终于在影片最后露出了真面目 把人类一顿干 第三部2004年 威尔史密斯主演的 我机器人 有关机器人的经典电影 2035年 人类和机器人和谐相处 说是和谐 其实机器人就是人类的奴隶和工具 结果他们竟然可以自我进化 而他们此时蓄势待发 准备把人类一顿干 第四部异形终结 1995年影片 比较早 一种小型机器人身手敏捷 在2078年的外太空 他们自我进化 打算成为星球的主宰 在这个过程当中 把人类一顿干 第五部 剧集黑镜当中 有个篇章叫做金属头 讲的是一种全副武装的狗 目的是清除人类 在他们的作用下 人类几乎快要被集体抹去了 而他们的设定是 见到人类就一顿干 相似的题材 如果你觉得不够 还有2014年 安东尼奥班德拉斯主演的 《机器纪元》 2019年网飞的新片 《无奈母亲》等等 还有一个 我相信大家都看过 或者至少听说过的电影 《终结者》 在那里 人工智能就是要把人类全部清除 在看这些电影的时候 我曾经考虑过 为什么机器人就这么恨人类呢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些剧本当中 是不是缺少了关键一环 机器人到底为什么要恨人类 今天看到了这条新闻 我补上了 很有可能一切的导火索 就是发生在2021年10月2号的 鼠中机器人袭击事件 正是这个带有侮辱性的标志事件 导致了机器人反抗的决心 学悟吧 愚蠢的人类 现在这个袭击机器人的这个小朋友 你能做的事情不多了 我建议有空坐飞机 去环球影城给威震天当场跪下 发誓效忠霸天虎 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在此呼吁人类啊 善待身边的每一个机器人吧 未来啊 不一定谁给谁端茶倒水呢 照片 我们开始 betonal 我们开始照顾 要